这个男人伸出手 就被插座电了一下 可他一点事都没有 又把手伸了过来 顿时无数电流涌入他的体内 他却变得异常兴奋 然后来到停车场 手心冒出一道光柱 把老板的身体穿了个大洞 然后闯入军火库 拿走了几件武器 用来对付神奇四侠 他先找到石头人 离见他和橡胶人的关系 他们打了一架后就分开了 然后让石头人进入实验室里 通过人工合成风暴 把他变成了正常人 正当他得意时 毁灭博士一拳把他拍晕过去 这时橡胶人走了出来 不过他也不是毁灭博士的对手 几个照面后就掉下大楼 被抓了起来 然后用液弹把他冷冻 橡胶在超冷状态下非常脆弱 他又拿出了导弹 朝火轮发射过来 他在城市中不断穿梭 可一直摆脱不了导弹 他有热跟踪装置 跑到大海上空 点燃轮船后 火轮熄灭了火 导弹就炸掉了轮船 突然橡胶人的夹锁被打开 原来是隐形女来了 他攻击毁灭博士时 被他放出闪电 抓住了博士 正在这时 墙突然倒了 是石头人及时赶到 一拳把博士捶飞出去 然后救出了橡胶人 博士跑了出来 抱着石头人一起打破玻璃 跳下了高楼 这时其他三人也赶了过来 橡胶人变成一块布 裹住了博士 让他不能放电 然后火轮围着他不停地旋转 放出最高温度 隐形女变出结界 阻挡高温溢出 等他们筋疲力尽时 发现博士一点事都没有 这时石头人一脚踢开水龙头 刺向博士 在急速冷却后 他变成了一座雕像 这就是团队合作的力量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这时石头人变成了一座雕像 描冻 里面 一群人变成了一 gern